阿根廷漫画大师基诺1964年发表的作品《马法达》在台湾出版系《娃娃看天下》为名 这系列漫画一开始是为电器用品打广告用 而在报纸刊登之后大受欢迎拉丁美洲、欧洲以及亚洲许多国家的读者 都被这一头烹发优时优名的六岁小女孩以及她周围好朋友的童言童语给吸引 《娃娃看天下》现在已经有28种语言版本 从报纸、书籍、走到电视卡通 如今又以纪录片的形态出现在观众眼前 女当眼《穆诺兹》这部全场两个小时的纪录片 透过多位漫画家与国际演员的对谈 重新审视《娃娃看天下》的草稿与创作灵感 分析故事里几位深受喜爱的角色 像是逊庸的小女人苏珊娜、梦想成为孤独大侠的菲利浦、满脑子声音精的马诺林 同时回顾这部漫画当时的历史背景 对六零年代的欧加尼亚军事独裁政权给予强烈的批判 我其实看起来说是组组的故事 和人物很与党最均隐烈的状態 我自己看到 广州人 有很多不同的同学 但是 在我方向 我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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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